花莲社区有两例确诊病例的足跡 在第一时间市公所清洁队已经展开了环境消毒 而24号上午在针对足跡区域来展开第二次的消毒工作 花莲市公所清洁队24号上午再度前往市巴市场周边展开消毒作业 市长魏佳贤表示针对确诊病例足跡部分 至少要进行三次的消毒 以确保周边民众的健康安全 足跡的部分在四巴这边有出没的一个状况 那在于我们这边我们在当天就已经做了立即性的消毒 那后续我们也是遵照相关的一个指示 来持续性来做相关的消毒 也希望让民众真的能够放心跟安心 因为足跡虽然病毒可能已经都消灭了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持续性的来做这样一件事情 让所有的民众不论在四巴来采买或是住在这里的民众 都能够不会担心跟担忧 所以我们会持续来做相关的消毒 那今天我们动用了两组的人马来这里做 不管是市场内或市场外的街道性的消毒 那我们其他的组别也在相关的火车站 或是市区的街道上面来做相关的清洁跟消毒 那我们会把预防性的消毒作业把它做好 那专案性的消毒作业我们会持续在做 市长魏嘉贤表示 公共区域环境消毒作业 施工所清洁队会持续来进行 但是居家环境以及个人防护部分 就要靠全体市民共同来努力 除了戴口罩、请洗手、少出门 也强烈呼吁民众不要移动 大家在原居住处停留两个星期 一起度过疫情难关 介续会欢迎市报导 推行公司的时候 7月13日縣 1月20日